借出去之后呢 借出去之后照理来讲 这个杜先生应该要按月还款嘛 因为我的婆婆当时拿来的2000万 是抵押了她家的房产 像银行抵押了家里的房产 有了这么多的钱 才去把这个借给了 她的女婿也就是杜炳成先生 借给杜炳成之后 照理来讲每一个月 是不是杜先生都要还款 婆婆才能拿她还的钱 去偿还银行的利息 可是一借出去之后就付水难收 再也没有回来过任何一毛钱 所以这时候我的婆婆 就面临到了资金周转的问题 就面临到了银行这边的利息 有一度还不出来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 她就向她的儿子 以及她的媳妇 也就是我本人 说了这件事情 那基于是自己的家人 我跟我先生 我们是在中华民国的法律上 夫妻财产是共有的 所以我们两个就拿出了 100万元给我的婆婆 让她去还银行的利息 也就是说这100万元 从头到尾 没有进到我大姑那里 没有进到杜炳成那里 也没有进到任何的诈骗公司那里 除非今天温朗东跟黄杰 要指控的是银行洗钱 不然跟我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 而这个100万是还给银行的利息钱 那么如果她们看到还没办法 我就能够发现 但是她要打开 没有任何人 在当中华民主代的 比赛 是 全